狮子侯卫说 我是安明太 今天我们要讲 桑军书的第二章 肯定 那其实桑军书是很久就想讲的一个东西 最近这个大情妇 闹得大家沸沸扬扬 那么很重要一点 我们一定要了解 情的根本基因在哪里 情怎样从一个最弱小的 在偏僻之地的地方 最后统一了中国 奠定了整个中国到今天所有的体系 那我相信我们要从桑军书这边来了解根本 那我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老师跟我说 你呀死书读 读死书 书读死 那现在很多人读书 关键也在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解说的这一句 无数智 则斜观 不及为私利于民 大家一看这个数 一般以为隔天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 为什么经典能够生生不息 是因为你了解到了这个文字背后的东西 那这一章一开始叫肯令 肯令在古代我们说这是开垦土地 开垦荒地 那么从今天我们来说是作为一个公务 作为一个公司 作为一个企业 你如何误本 你如何有充裕的现金流 你如何有生生不息的人才储备 这才是今天肯令的现代含义 那同样 无数字 那如何叫无数字 数字 我们说隔天 那么今天是怎么样 在流程管理 在整个公司运作 国家 个人 你如何有一套完整体系 让你不拖沓 让你能够自律 这才是无数字的根本材用 无数字则斜观 不及为私利于民 如果你能够不拖沓 你的整个流程 能够透明 有效率 那怎样啊 忠诚管理 或者说你个人 才能够真正让你这个个人的体系 公司的体系 国家的体系 能够良性寻款 在当时 商鞅的意思就是 每个顾门 当日有措施 不能延续拖沓 这样子 运行这个 整个流程的 忠诚管理体系 管理人员 才不会在流程当中 为自己的私欲 而去伤害到 真正在根本处实干的老百姓 这才是无数字的根本处 为了短期的私利 而去伤害整个 这是不管是个人 公司 国家 都必须要做的事 所以励志为什么重要 国家层面叫励志 个人层面叫自律 这个商军事物 从根本上 不仅仅是国 也是企业 也是个人 这个流程做好了之后 而百官之情不相及 则能有余 如果这样子 管理人员 流程当中 就不会有拖沓 不会有互相的推诿 国家的根本 才有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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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力量 去从事 物本的工作 在商军来说 就是肯定 在企业今天来说 就是能够创新 拓展 学官 不及 为私利 学官 其实每一个人 既是学官 又是正官 以念谜即邪 以念名即正 如何让这个体系 让每一个凡人 成为正官 这才是真正 管理者 想要思考的问题 以有问题 就把它推到 所谓文化属性 民族属性 那种大而无当的 让人去 那你有什么问题 能够解决得了吗 责农不败 这样子 老百姓真正的 物本的工作 才不会被败坏 整个国家体系 才能够成为一体 一个有机体 生生不息 而且能够随时而变 不断修正的有机体 农不败 而有余力 则草必耕延 如果这样子 国家的根本 公司的根本 没有改变 那 大家就会去真正做 让这个企业 让这个国家 良性循环的事情 公司就会不断拓展 国家就会不断壮大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这个企业 才能够正式向上 邪其名灭 我们每一个人 既是烦 又是胜 如何自律 这不仅仅是国家的事 也是公司 也是个人 我们所有人的事 今天我们就讲 肯定之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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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